新婚惊魂季 怀孕才知夫皮腿 抬射性侵畏罪逃 你以为结婚之后 王子就能跟公主 活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新北市有一名李姓女子 跟叶姓男子结婚后 发现老公隐瞒不少秘密 她先是接到一名秋姓女子来电 说她才是叶男的红粉知己 结婚才一个月 又发现老公因为跟未成年少女黑手 被判刑订院 却为躲避路坚而潜逃 抛下怀友生命的妮女 妮女多次劝老公早日服刑 但叶男不听劝 还指责她 你咋可以啊 妮女只好提出离婚诉讼 法官认为叶男对婚姻切缺忠诚观念 于是判准离婚 动新闻新北报导